在1996年,世界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决 美国IBM开发的超级电脑深蓝挑战世界国际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 这不仅仅是一场国际象棋比赛,而是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较量的象征 深蓝的设计团队耗费数年时间,通过复杂的算法和计算能力 让这台机器能够预测和反映卡斯帕罗夫的每一步棋 从最初的准备到最后的对决,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与创新 深蓝与卡斯帕罗夫的对决不仅吸引了国际象棋爱好者的关注 也成为了全球科技和人工智能研究的焦点 当深蓝在比赛中展示出超乎想象的计算能力和策略制定时 他不仅仅是在下棋,而是在向世界宣告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 随着深蓝的胜利,人们开始反思机器和人工智能在未来世界中的角色 这场对决超越了传统的科技竞赛 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伦理、机器学习的潜能以及人机合作未来的广泛讨论 深蓝的胜利不仅标志着技术的一大步 也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在未来的发展中 更好的利用这些先进技术 深蓝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创新和探索的故事 它不仅改变了国际象棋的竞赛方式 也为人工智能的应用开辟了新的道路 影响了医疗、金融、教育等多个领域 通过深蓝,我们看到了一个与机器合作共存的未来 一个机器能够帮助人类解决复杂问题 开拓未知领域的未来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 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 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YouTube的推荐算法 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 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 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在深蓝的胜利之后 人们的关注点并未停留在其对加里卡斯帕罗夫的胜利这一具体事件上 而是转向了这一历史时刻背后所蕴含的更深层含义 深蓝的成功不仅仅标志着技术上的一个突破 更是人类对于人工智能领域未知可能性的一次大胆探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深蓝与卡斯帕罗夫的对决成为了一个分水岭 它将人类与机器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深蓝的设计和实现是基于强大的硬件系统和复杂的软件算法 IBM的工程师们将数十年的人工智能研究成果 结合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技术 赋予了深蓝以超乎常人的计算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深蓝能够在每一步其中计算出几百万种可能性 并选择出最有可能使其获胜的策略 这种能力的背后是对人类智慧的深刻理解和对机器潜力的充分挖掘 然而深蓝的成功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和讨论 一方面 人们惊叹于技术的进步 对于未来人工智能能够带来的变革充满期待 另一方面 对于机器可能取代人类在某些领域的优势地位 许多人感到忧虑甚至恐惧 深蓝的胜利 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工智能的角色 思考如何在尊重人类智慧的同时 利用机器的能力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 对决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它激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更广泛应用的想象 从而推动了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 在医疗、教育、环境保护、航天探索等多个领域 人工智能的应用开始逐步深入 帮助人类以更高效、更精准的方式解决问题 例如 在医疗领域 人工智能系统可以通过分析大量的医疗数据来辅助诊断疾病 甚至能够发现人类医生难以察觉的病理特征 深蓝的故事还启发了对人工智能伦理和社会影响的深入探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 其在社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人们开始关注这项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包括就业替代、隐私泄漏、决策透明度等问题 这些讨论促使学者、技术开发者和政策制定者 共同思考如何制定合理的规范和指导原则 以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 造福人类社会 此外 深蓝与卡斯帕罗夫的对决 也成为了科普教育的一个重要案例 通过这个案例 公众不仅能够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应用领域 还能够深入思考科技进步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它激发了年轻一代对科学技术的兴趣 鼓励他们投身于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的研究和探索 深蓝对战卡斯帕罗夫的故事 虽然已经成为历史 但它所带来的启示和影响却是长远的 它不仅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巨大潜力 也促使人类社会对这项技术的发展方向和道德边界进行深入的反思和讨论 在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不断拓展 人类与机器的关系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和密切 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持技术的伦理性和社会的公正性 将使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随着深蓝对卡斯帕罗夫的胜利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并未因此而停滞 相反 这一历史性事件像是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 激发了全球科技界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无限探索和挑战 从深度学习到机器学习 从自然语言处理到计算机视觉 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展 其影响力也越来越深远 在经历了深蓝的挑战之后 人们开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人工智能并非仅仅是一种模拟人类智能的工具 它更是一种能够推动社会进步 解决复杂问题的关键技术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化 人工智能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 例如 在气候变化的研究中 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分析大量的环境数据 帮助科学家们更准确地预测气候变化趋势和影响 在教育领域 个性化学习系统的开发 使得学习过程更加贴合学生的需求 提高了教育的有效性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 深蓝对战卡斯帕罗夫的故事 以一种独特的方式 持续影响着人工智能的道德和哲学讨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监控、决策支持等敏感领域的应用日益增多 如何确保技术的发展不会侵犯个人隐私 不会加剧社会不平等 成为了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 深蓝与卡斯帕罗夫的对决提醒人们 技术的发展必须伴随着伦理的思考 更重要的是 深蓝的故事激发了对人类智慧本质的探索 机器能否真正理解人类的思想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会超越人类的控制 这些问题不仅是技术问题 更是哲学问题 它们促使人们反思人类智能的界限和未来社会的形态 在这一点上 深蓝不仅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更是引发全人类深度思考的契机 同时 深蓝与卡斯帕罗夫的对决 也展现了人类对挑战的渴望和对未知的探索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 推动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突破自我 不断超越过去 从深蓝到今天的人工智能应用 每一步进展都凝聚了无数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努力和智慧 它们对知识的追求和对未来的憧憬 是人工智能领域不断进步的最大动力 回望深蓝与卡斯帕罗夫的对决 它不仅仅是一场人机之间的较量 更是人类在科技道路上的一次重要里程碑 它标志着人类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一个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相辅相成 共同解决世界难题的时代 尽管未来的道路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 但深蓝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持续探索 勇于创新 人类和机器的共同发展将为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亲爱的朋友们 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在YouTube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 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 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 请来表达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 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 期待你的参与 随着时间的推移 深蓝与卡斯帕罗夫的对决 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故事 但它所代表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比赛本身 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技术的边界 更引发了关于人类与机器关系的深刻反思 这种反思贯穿于人工智能的每一次进步和每一项新应用中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复杂 更加多元的世界正在到来 在这个世界中 人工智能成为了解决人类面临挑战的重要工具 无论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提升医疗健康服务的质量 还是推动教育公平 人工智能的力量都在被充分利用 然而 这一切的实现都建立在对技术伦理的深入理解和严格监管的基础之上 深蓝对战卡斯帕罗夫的故事 就像是一面镜子 让我们明白在拥抱技术进步的同时 也必须警惕其潜在的风险 在未来的探索中 人类社会需要更加智慧地与人工智能共存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不断推动技术的发展 提升机器的智能 更要深化对人工智能影响的理解 构建一个既能促进技术创新 又能保障社会公正和个人权利的框架 这样的框架 需要政策制定者 技术开发者 社会各界人士以及普通公众的共同参与和不懈努力 同时 深蓝与卡斯帕罗夫的对决也提醒我们 人类的创造力和思考能力是无可替代的 机器可能在计算能力和数据处理上超越人类 但人类的创造性思维 道德判断和情感联系 构成了我们独特的价值 因此 未来的人工智能发展 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 更是对人类智慧的一种补充和扩展 我们应当追求的是人机协同的未来 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来扩展我们的能力 而不是取代我们的价值 在文章的最后 我们回到了深蓝与卡斯帕罗夫的对决这一历史性时刻 这不仅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更是人类在科技道路上的一次深刻反思 从这一点出发 我们应当以更加开放的心态 更加审慎的态度 迎接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新机遇和挑战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确保技术的进步 真正服务于人类的扶植 共创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深蓝与卡斯帕罗夫的对决 不仅是技术的胜利 更是人类智慧的胜利 他告诉我们 无论未来科技如何发展变化 探索的精神 创新的勇气和伦理的思考 将永远是人类前进的灯塔 让我们带着这份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对人类命运的责任 继续在人工智能的道路上 勇敢地探索 智慧的前行 亲爱的朋友 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 我们开设了多个频道 VQ Wonders一个致力于带您探索历史 文化和知识的频道 历史印记频道 这里是探索历史深渊 揭秘历史名人的独特空间 经济世界这个频道 旨在为您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 商界传奇 一个专注于讲述世界上最著名企业及其创始人故事的平台 我们在片尾画面设置了各个频道的悬浮卡片 以及视频下方有我们其他频道的推荐视频 欢迎点击观看 祝你今天过得开心 谢谢 我们会每日更新 明天见